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协助跨部会媒合产业实习或各类人才培育专班需求 并推动厂商与技职校院办理产学合作 身为产学连接执行办公室的北科大 负责塑胶、橡胶产业领域 透过企业与技砖校院共同培育业界所需人才 我们希望有效地带动产学合作 那么我们也盼望吸引更多的产业 及早地投入人才培育的规划 不管在软体、在硬体的资源上面的投入 使人才的培育及流用就业 形成互信互赖的长期合作关系 创造学用多益 模具产业是我国重要基础工业 也是大多产业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培育各技砖及技高的模具工程师人才 大种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软体供给各校教学使用 大种资讯这次透过的计划是炮装一役 也希望号召更多的企业对台湾的教育界的多点关注及投入 教育是我们台湾未来的发展根本 对台湾的竞争力的提升是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所有的台湾的企业应该全力支持教育发展 为了因应工业4.0的到来 工厂智慧化管理 后过管理分析 将企业资源与行动管理相结合 黑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 及工厂营运管制系统MESAPP 满足大小企业的工作需求 使得管理更为简单明了 我们的软体是从我们自己本身的工厂做的 不是一般的软体公司软体做给工厂用 我们是自己先开工厂 用手机APP就可以看到怎么样管理整个工厂 我现在人在外面开会 我就可以知道我工厂目前现在的状况 所以这个非常适合管理学院 那我希望抛专与域 然后带领台湾跟其他企业能够一起尊重教育 为台湾加油 台北科技大学针对产业人才需求 链接全国27所技职校院相关科系 透过共同规划产业课程 业界老师共同指导 及产业实务训练等机制 缩小实用落差 可提升学生产品设计 及工厂营运系统的操作能力 企业大方的赞助学校 那其实这样子及早把这个产业端人才需求面向的东西 透过技术资源的监证能够让学生及早知道原来越界是需要怎么样的人才 然后透过这个资源的导入的话 其实是有助于学生在学习当中就知道自己未来发展的途径 对未来职业发展是更有信心更明确的 高职其实要往技职往产业端去发展才会有出路 如果产业端的需求把这些人数这些需求的一个技术 能够告诉我们科技大学端 那透过科技大学端再往下延伸到高职端 让他们真正了解人才的需求 所开的课程所得到的一个技术资源 能够来自于产业 那未来他们毕业后就能够直接就业 所以对我们的技职生是非常有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的同学经过这样系统的实作经验以后 将来在新的时代 不管在生产管理上面都能够有两把刷子 这就是我们讲的跨领域人才的培育 所以这些软体的捐赠 对学校在培育学生和实际的场域做配合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 非常优势的公司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优良的产品 那未来在培育优秀的人才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不仅符合世界潮流的趋势 在AIoT互联网应用的情况 非常具有它的前瞻的规划 我想透过这个模式非常的成功 希望将来台湾不止有一个一座深山 有第二座第三座的互果深山 那我们的技职教育就会更成功 AutoDesk Modeflow软体授权合作 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起始点 未来仍需要仰赖学校老师的教导 以及学生的认真学习 才能达成大家的期待 一起为台湾的产业升级 数位升级努力 我们长期与客户互动 也只听到客户对年轻人的技能上 有深厚的期待 因为面临世界的挑战是越来越严峻 但时间不等人 需要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投入制造业 但也需要加上技术及软体的操作 才能快速地衔接职场 台北科技大学期待有效带动产学合作 使人才培育及留用就业 形成互信互赖的长期合作关系 创造学用多盈的加成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